哈喽 哈喽 来 上车 哎 好了 绿姐 考虑好了 那姐 我考虑了一下 我还是想工作 你是想工作还是想姐呀 哎呀 姐 你快这使不得 你干什么 我 行了 行了 没事 还是像上次说的 一个月五万 副总的位置你来坐 哦 行 那姐 我试试 行 咱去办公室看看 哎 好了 姐 哎 看看吧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 这也太豪华了呀 绿姐 那我就需要做什么呀 来 你先坐这儿 哎 你的工作就是陪我 啊 这做什么工作呀 绿姐 有工作让秘书去做就行了 你帮我陪好就行了 你没开玩笑吧 没有啊 那你来也不是让我干工作了呀 姐 那这活我干不了 告诉你 哎 等等 在我身边你不是能学到更多东西吗 对吧 哦 是这个意思啊 绿姐 那我想多了 那对 对 行 没问题 行 咱们去看一下公司环境吧 那行 行 嗯 好 谁啊 哎 你是谁呀 我先问你谁的 我就住这儿啊 我小碗大朋友 哦 姐夫 那来着啥呢 这 小姨子呀 小姨子 那啥 丽姐也来了 你应该在一起回来的呢 她 我原来是说我副总 我送她回来还不是理所应当的 哦 谢谢啊 哎 我不让你俩联系 你倒好 直接上班上班去了 小碗 我是 老婆 你也不老实啊 没你这儿 你进屋里面去 嗯 不是 小碗 一个月五万块钱呢 你在家待着 我给你那五万块钱 你是不是傻呀 那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再说我以后挣点钱 我不能为你付出点吗 我不用你付出 小碗 我是男人 我有钱了 我给你花 我腰板不也硬吗 你干嘛去啊 不是至于吗 小碗 你跟我来 你要带我干嘛去啊 小碗 这啥意思啊 心里的 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那你别管 你喜欢吗 喜欢 能不喜欢吗 这不大致意吗 那你以后能自己一个人开车回来 不让他送你回来吗 就这事啊 行 没问题 那你既然喜欢的话 就老规矩 表示表示吧 怎么表示啊 好 行吧 行 好 行 你真是我的 你在人潮处起一座海盗 我像飞鸟也曾短暂落着 在你怀抱偶然找到同片 这个人潮处起一座海盗